能跟我最喜欢的狗在一起工作 我觉得非常开心 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想也会是我的最后一份工作 比如说像卧下这个可没 要求完成的那条犬 它就是怎么训它都不会卧下 我带它已经前前后续了将近一个月 有点埋怨它 就是我已经尽了这么大努力了 就这一个卧下怎么就学不会呢 后来我一想 犬不是恐高吗 找到我们学校后边有一处那个消防 消防楼梯特别高特别陡 牵上去以后它又一恐高 然后就爬下来 上学时候带着那条犬 它有一个怪癖 它的怪癖就是咬骑正圈的人 包括学校老师家属什么的 衣服都给咬坏了 就是做一项的刺激这一项 我大型安保日后上了很多 一般都提前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 换地方了嘛 从犬那个外审 它要调整事情的情况 接二零峰会刚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理那个忙的时候 我的犬就不配合 它就不喜欢理那个忙 然后它就跑 然后呢 一看到你拿个那个理发的那个枣头 它就跑 固定住了 它就在那儿固扭固扭 有的狗处于给麻醉之后 处于一种半回迷状态 它就会拼命地挣扎 给狗喂药就老生气了 有的就贼费劲 这边摁进去那边就吐出来 聪明的狗 自己能把轮门打开 训练的时候我最愁的就是 狗处于发情期 有的时候就意外了 13年第12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我带着光卡负责的是那个奥体中心 然后东南角方向的那块那个车检通道 搜索一下车上是不是有那个可疑的爆炸物品 天气特别炎热 一开始它工作状态都非常好 三个小时以后呢 它就不干活了 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还挺生气 我还说了它一顿 后来我去摸了一下那个车的那个机器盖子 那个位置 特别特别的烫 它鼻子天天是贴着那个车四周去锈的 觉得它应该是被烫到或者烫伤了 我好像错怪它了 把它抱到一边挺心疼的 作为一个工作犬来说 它们可能有时候比我们还要不容易 我有一条是打过全国比赛的犬 表现什么都很不错 后来它得了一个病 每天都要吐绿色的液体 没有尝试了具体的病根 走路的时候 像人喝醉了似的 走路都走不明白 在训练的工作当中 它还是在那个正常的奔跑 跳跃 不要 明明它已经身体没有那个力道了 还在做那个动作 很感动 才四岁多就是了 在我们出去抓捕的工作当中 它们不懂我们的车 以前就在电视里看着过精确 上来没懂为什么 首先摸一下拳 你这拳咬也不习惯性的 那拳正给它咬了就咬了 而且像我们在收报 安检 拳正在很认识的干活 下来了四五个女同志 哇 警犬好漂亮 咬一下警犬吓一跳 它就会有被动防御 它可能会攻击你 主要是怕误伤到同行 还有误伤到服务人员 看着那公兴犬在你这拳室里边 一点一点就老死了 之前嘛 还大家一起出去呢 然后 慢慢就死了 再一下 好痛 之前都很好 然后突然之间还没等这呢就死了 就怕这种 哪怕给我点机会啊 更像一个孩子对我来说 像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那样 一点点教他 就好像 我自己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那种感觉 终于会了啊 终于成才了 一头竞选 基本在我手里边 能经历一个完整的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 他们都是我的 我得管他们每一个 健康呢 吃得好一点 生病呢 给治好 刚出生的 要照顾好 然后死的 给找好地方 我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把伞 我把他们全都挡住 我能 我 我做 我能做的一切